全台灣 中文字幕提供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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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的资源就是员工 大家都想进来 所以其实那时候 要进来才说到以上班 就像可能20年前 去香奈海上班那样子 很有面子 当初跟他一起 平手之主打拼的同事 他格外珍惜 现在我们开店的困难就是 第一你也不好抓 第二你根本请不到这样的人 有七八个老干部跟着他 一路走来27 28年 从16岁跟到40岁 目前营运的困境 就是他坚持不用调底包 餐点24小时 现点现做 但中西餐品质维护不易 还得留着员工24小时顾店 既然如此 他还是坚持守护老顾客 把这青春的回忆捍卫道 努力传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